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第二支的万迷早晨节目 大家仍然可以顾一下今晚清洗名单的球员是哪位 不过这位也是那句, 如果是一年前或几个月前, 肯定是top of the list 好, 今集继续讲坦克格的事情, 为什么这么说呢 今天的第一支跟大家说了, 腾克格初次遇到这个格拉沙就知道 究竟曼联的管理层是什么了 我之前也说了, 有点点担心, 究竟是腾克格来到曼联 会不会搞得好, 但是 这一支就给大家多少信心了, 即是告诉大家 腾克格也并不是省油的灯, 为什么呢 因为我在曼联新闻的group 看到三哥写了一篇文章 他引述了, 包括太吴时报, 和荷兰的记者说的 腾克格, 究竟如果他来曼联有什么部署 听完之后, 我也认为, 咦, 可能是有点了道 试园是怎样呢, 即是跟大家分享了三哥 综合了几个资讯的报道, 多谢三哥 他就说, 执教曼联的方案有点曝光 三个名宿, 或者成为座教 曼联, 面临 两个鸿的竞争, 就是和 爭的Tankhead, 这个刚才第一支都说过了 究竟 三大名宿成座教 发生什么事, 究竟什么料呢 他就说, 腾克格担心, 如果他教曼联的时候 自己的权威性, 能不能够 震惑到 红魔的跟衣室呢 所以他就想请一位跟曼联有联系 的荷兰名宿 担任助教 暂时来说, 有三个人选 包括雲鲁 雲尼斯特莱 雲佩斯 即是阿仙奴 和史坦 都是他的候选人 在他接受完曼联面试 即是藤格克 接受曼联面试的时候, 已经 制定了他的执教计划 有一位曼联名宿帮他 是必不可笑 不过我可以和大家说 这个传出来的时候 李奥菲迪南 第一个走出来说, 他不会回来教曼联的 所以 如果 藤格格真的来曼联教, 真是找到一位名宿帮忙 肯定就不是李奥, 因为李奥自己拍片 就说了他不会 好了, 根据泰吾士堡的报道 他说Tatat 希望那位帮忙的人 是昔日的曼联名将 给予曼联的内幕消息 给予曼联的内幕消息 以及希望 球队、工作人员和球迷 建立一些感情的基础 利用这位 名宿 他说由于Tatatat是荷兰人 所以首选一定是荷兰球员 所以 文劳、文佩斯 和斯坦都符合这个条件 其中原来文佩斯的可能性是最高的 另外还有一个 辉曼联的前作教 和Mike Phelan拍档 荷兰籍的教练 梅伦史丁 其实 如果听节目听得多 我都引述过几次梅伦史丁 说一些关于曼联的东西 这位教练当时也真的帮到 辉曼联的 也是考虑范围的 介绍一下 云佩斯现在在做什么呢 他是非彌务的助教 他和坦克的经理人相同 但云尼斯特来 在PSV彌务 正在做助教 但是 据报道他很大机会成为 接班人 因为他的领队可能 会找人 所以 未必会离开彌务 还有 还有一个 史丹刚刚在美国 MLS 离开了 刚刚被人炒了 但是暂时未必有 未必有这个想法 做教练 与此同时 Tankhead也会带一名亚迪斯的助教 之前早两天也跟大家说过 他去一次的时候也曾经提过 会带一位教练 叫约斯乌尔提 但是问题 当时就没有去到议次 而这位教练就已经 去了自己教过了 所以Tank就不会再带那位教练 但是他要带另一位 的助教叫米切尔·云迪加克 所以呢 亦都除此之外 希望找到现在的临时衰 南力克 和技术总监 阿飞茶 都会加入教练团 即是 阿飞茶 即是命中注定 都要帮手入教练团 因为大家都还记得 阿飞茶实际上工作是做的 技术总监 但是现在 因为不够人 所以就加入教练团 但是根据 报道的话 Tankhead也有心找他下去 他就 继续说 一位荷兽的记者 Van der Kruid 就说 说多一点 关于 Tankhead另外的两个 付费是怎样的 他就这么说 这位荷兰记者 曼联是其中一个 他就说 他就不想打 打击一些曼联球迷的兴奋 因为曼联还没有完成所有的工作 但是 两方面 Tankhead和曼联 做了一些积极的谈判 另外两家荷门都可以参加欧联的荷门 最重要是说多一点 除了有机会参加欧联之外 还有机会在自己的联赛 取冠军 对Tankhead 非常有兴趣 起码有一间 也是欧洲的大球会 但是这位记者也这么说 他就不在英格兰的一间欧洲大球会 Tankhead 对那份工作 相当有兴趣 说真的 如果 很多大间的球会 有在赚主税的话 包括有什么呢 包括PSG 因为 普洁天奴都走了九成 但PSG 忠诚于斯坦 所以机会大些 巴措隆南不用说 沙违回来之后 已经不需要再考虑了 所以 皇马的确是有些机会 因为皇马就好像对安策洛提有些不满 说真的 如果安策洛提 是赢得欧联的话 我想他就可以顺利过渡这个夏天 但是只要是赢不到欧联的话 他永远都有机会走 因为 因为之前都试过 所以 如果 如果 腾格 或者 普洁天奴 都是 有机会去执行一个欧洲的豪门 不是英超的话 其实皇家马得利 是有机会的 不知道 是不是因为这样 亦都令到曼联 管理层 犹疑不决 究竟他是不是要 截户 截皇马户 还是 还是说 其实 无论是 腾格 或者 普洁天奴 都有皇马这个选择在后面 所以 反而不是曼联 犹疑不决 这个有 绝对有一个可能性 在 但是根据我们认知的曼联管理层 就好像曼联管理层有 犹疑不决的机会大一点 所以呢 这个是我想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究竟你想怎样 但是 最后一件事我想补充 就是如果是腾格 厅 真的想 找一个对曼联好认识 而又是压到墙 或者是帮到手 在曼联的跟衣室里面 即是跟球星或者球员去 打招呼的话 我觉得以上 刚才提到的三个选择 都并非一个好选择 即是说 雲尼斯塔来 雲佩斯 和史坦 大家想想 雲尼斯塔来走的时候 跟曼联的关系 好不好 雲佩斯 其实本身来说 只是曼联来了一段短的时间 是帮到废杀手的 但是真的来的时间 实在相当之短 而史坦 其实呢 我早前 大约一个星期前 都听了官网 他做了一个访问 那么 史坦是有些机会的 因为 史坦就在那个访问那里 说回 其实他那时候走 是很多的误会之下发生的 那会不会是一个端危呢 就是他想跟曼联 搞好一些关系 真的回来 教波呢 但问题他本身已经是 自己做正式的领队 回来曼联做一个助教 他又会不会甘心呢 另外 还有提到梅伦史丁 其实呢 这个也有些机会 但是说真的 他已经 在没有高 不是一些高水平的 就是 球会执教了一段 那么长的时间 他的料子 会不会已经过时呢 这些全部都是我担心的 反而 我自己心目中有个人选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呢 就是 白连特 因为白连特的确是很近期已经踢过曼联 他也踢过曼联的时候呢 虽然是有点脱漏的 但是也算是帮到手 但是有个很重要的元素 就是他其实现在在阿积斯 是很帮到手的 因为虽然大家都知道 坦克是很重用年轻球员 但是他在骨幹骨子里面 还有一两个很有经验的 有年长的球员 带领着才能带着 年轻人去踢 我不是说叫白连特来做球员 我是说白连特 如果他也是时间 因为他好像 白连特也有点病的 心脏也不知道什么有点事 是时候他要想 退役的时候 我觉得顺势 跟着阿廷克 回来曼联 做助教 一来他很熟悉 阿廷克的踢法 二来他真的很近期 踢过曼联 有一部分 即现在踢着的球员 都跟他做过队友 我觉得在沟通方面 就肯定给 之前所说的那几位 虽然是很出名的 荷兰籍的曼联球员 但是他们和球会的联系 都是有限公司的 还有 是很久之前的事 我不知道 大家认不认同 或者有什么意见 OK 这次来到这里 多谢各位收听 拜拜